很简单,我相信我们这里有没有不是结束会员的,举个手我看看,有没有个别的 哇,OK,有两个 其实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很努力,我们尤其来都美国的这些朋友们 我们都是想着美国来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机会 然后呢,让我们过得更加开心,幸福,健康,长寿,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这边一直打拼,不管你是学化学物理 不管你是北大清华,不管你是哈佛麻省,UCLA,USC或者IVC等等等等 我们所有人都很努力,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我的一个观点 我分析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努力,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拼搏 你去看看餐馆的,你去看看他们 每天没有看到太阳升起,没有看到月亮 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每天就在一个餐馆里面 哎呀,就是那种暗无天日的那种工作工作 心不辛苦啊?真的很辛苦 天道酬勤,这句话要看用到什么地方 你在餐馆,或者我们做传统的工作也好 我们做传统的生意也好 你24小时不工作,哎,不睡觉 那么你能赚到多少? 它都是有限的,你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所以一直到我们找到了劫师 也才让我真正的明白了 人生是有捷径可走的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像父母那样 我们读了大学,我们找了好的工作 然后好的专业,好像就永保一辈子平安 其实人生不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 现在正在家待业 为什么?因为现在经济不是那么好 很多公司重组 然后呢,很多人就被lay off 很多的公司或者relocation啊什么的 然后呢,又重新 有些部门整个关闭 整个分公司关闭 不管你是最棒的 还是为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年二十年 都让你走人,都让你回家 你想一想,我们一旦回了家 我们再去找工作 其实都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永远都在找工作 永远都在找工作 其实有了工作的时候也是心情不好的 为什么?老怕被lay off 只要manager找你谈话 你就很紧张,是不是? 就不知道是不是要让我走人了 而且美国我们去工作 你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二十年 他让你走的时候 那个security来了以后 你就站到那里 他就站到那里,你收拾东西 然后呢,就让你走人 真的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的 是不是? 所以我呢,一直做金融 然后来到美国 我也是做投资顾问 我接触非常多的成功的人 所以每一次我的客户来的时候呢 投资者啊,就是我的客户 我都问他们 你是为什么做这个行业? 你为什么成功? 你有没有你朋友也在做这个行业 没有成功呢? 当然有 为什么你成功呢? 别人没成功啊 所以我每次都是虚心求教 因为我想过一个成功的人生 那你要过一个成功的人生 是不是要向成功的人去求教啊? 我们很多人也想过成功的人生 但是呢,他去求教的 永远是比他还差的人 或者跟他差不多的人 他又能够给予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成功 你要去跟成功的人去聊天 要向他们去学习 所以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那么后来想一想 如果我一直做我的投资顾问 我觉得我永远我的账上 不可能像我客户的账上 那么多的财富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讲 人的初级的需求是什么需求? 就是我们把自己家里搞得富富裕裕的 平平安安的 开开心心的,对不对? 是不是? 你们去吗?